大家好我是小宇宙 很多人都說這個活動的任務這個元祺魚要怎麼釣齁 很多人都只會看它的上面是說海灘上面去釣這個嘛 但是其實海灘上面並不是我覺得最佳的釣魚點 反而是在這個海上面釣的元祺魚的數量反而比在海灘上面多 我先講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海灘上面我覺得啦 那種差不多跟它等級的魚類其實是比較多的啦 因為都是剛好都在海灘附近嘛 所以基本上你要釣到跟這個綠色等級一樣的 很容易就是去被其他的魚給取代掉 所以你不如就是直接在海上面去釣 而我選的這個地方就是這個遇難船 那我們的魚影呢就是挑最小的就是迷你的魚影 因為它這個元祺魚它釣起來它是非常的小的 它是一公分而已幾乎啦 我記得我目前釣到每一個都是一公分啦 然後有分紅色黃色跟綠色 然後基本上你隨便釣這幾種顏色都算是可以解這個活動的任務 而我也在短短的你看 在這個地方半小時之內就釣了這個好幾隻元祺魚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釣這一隻魚的話呢 還是到遇難船上面會比較好釣啦 這是一個小小的分享啦 給大家 我是小宇宙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